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大師答問 今天就回答一下問題 第一條 大師最近很暴躁 是嗎 我覺得最近好像沒有暴躁 可能是更年期 一向都暴躁 一向都暴躁 男人更年期當然是有些問題 那些 chemical 等等 不過值得一讚是這位觀眾 他說報錯的粗字是寫得對的 是竹字邊的 很多人都寫了火字邊 好 下一條 你遺留了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你打了報紙 他會有些關聯字 不是的 有些人都是打火字邊的 我知道大概打了關聯字 可能他只是按了關聯字 不是代表他懂得那個字 認得也好 沒有 關聯字出來 想不認得也不行 好 另一條 大師哪裏可以買政治密碼印刷本 是沒有的 是一定要收費網站才行 我相信政治密碼現在都是 我出了兩本 一本講政治共同體 一本講權力分類 因為大概會出十本 因為那兩本都是比較初型 寫好了但問題是 因為當我寫了後面的時候 會將前面改回 所以就變成 暫時來說是不改了 因為到時候會不停改 那件事不停改是一向的習慣 所以我相信要等五年之後 我可能明年會開一個政治班 開出來可能會開一個政治班 那你磅水都會聽到 但是問題就是 政治密碼印刷本 我相信暫時是沒有 你要上去 因為那裏應該可能有幾千萬字 因為我寫了俗文 你沒有看過 沒有 我買一些實題書 我要看印刷本 你沒有賣在這裏就能撻 不是的 我真的買了真金白馬一本 理財密碼 就是很厚的那本 那本不是理財密碼 理財密碼 你不用給這裏很多 你看看 我們面前全部那裏幾箱 那本是什麼呢 綠色很厚很大本那本 炒股實戰 你沒有看的 所以你沒有 忘記了那個名字 好下一條 我想大師這次有個錯誤 就是南非的制度 種族歧視在專制時期出現 不同蘇聯專制 但保障到各民族利益 如果用回民主化 引致民族矛盾就說不通 他種族歧視是專制歧視出現 是對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可以用專制歧視的時候 去做回種族歧視 你民主化 就是說正如這樣說 正如說是印度的 印度的總性制度 在專制的時候 是在王室林立的時候去做的 但如果你去共產主義化的話 你就可以將那個印度的種族主義去殲滅了它 但問題如果不是的話 你用民主化的話 民主化 只會把原有的矛盾 他把原有的矛盾 不是代表會這樣出現 而是你民主化 你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你解決不了問題 除非你民主化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大家一起打仗 你會去俘虜一些更加低賤的民族 即是說如果你去南非的話 你去將南非問題 有什麼問題可以解決種族歧視 就是南非去跟別人打仗 跟一些黃種人 好像我們的黃種人打仗 然後打了 打了黃種人 打了什麼 然後由白人和黑人 一起統治黃種人 那你就去解決了 南非原來的種族歧視 這裏我分享少少很小 當時我看過一些關於印度的書 他有一陣子最喜歡研究東方主義的書 然後他說 印度的種性制度 你聽起來好像幾千年 或者他的書上面寫了幾千年 但他真正鞏固或者固化 在英國統治印度的時候 因為他有一些東方學家 就去研究印度 應該是怎樣 他就說印度是這樣 所以他就開始有些制度 令到種性這件事 即是制度性的提出來了 但是以前是沒有人去強制這些事情的 我看過有些婆羅門和一些 即是很久之前的報道說 那些婆羅門和一些 那些奴隸、那些前民 一起走路 即是大家都有一定的 規定去分析他們的關係 因為你必須要 你到時候你英國人進來之後 你一定要將 即是 你原本 那些事情是內發的 譬如說他突然間做一個 共產主義制度 然後他就會將所有 因為我起出來的時候 原因 我就告訴你 我會解決這個矛盾 但如果你一個外來的人口 外來的政權 突然間 rule了你 你只能夠intensify 因為你盡量 你不變應萬變 即是等於香港1997的時候 這些是政治的基本原理 你香港1997之後 回歸之後 為什麼那些地產霸權 走上來 因為你 新來新去的 他不敢動力地產霸權 中國不敢動力地產霸權 因為如果中央政府 如果要地產霸權 他原來是統治 他沒有很穩定的統治基礎 沒有很穩定的事情 所以 他逼著要游 你原來的矛盾 intensify 這個和地產霸權 在香港這麼肆虐 是必然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搞了香港什麼民主化 地產霸權會更加厲害 大家以為這樣 其實因為更加厲害 因為本身 你那個基礎 你不敢推翻原來的基礎 否則你就會兩面作戰 你已經推翻了這件事 所以你除非你從底去 把整個社會制度摧毀了 等於別人打 得慰政 等於別人打 等於別人打 打天下 即共產黨就是打天下 將天下一路 就剷掉 你都不能不答應 你要去到很殘忍才能做到 這是相同的狀況 好 下一條 大師可以介紹你的發言師 給軒仔和楊宇 我相信 我當然可以 但是我的發言師其實都挺差 而且我相信天下 我以為都不會照顧發言師 即是我的發言師 他的好處就是又貴 所以沒有很貴 以外上的就是三個水 如果剃頭 不用特地找發言師 任何一個發言師都可以幫他做到 是的 光顧他 無所謂 抑抑他 而且他通常很遷就我 很遷就我的時間 我那天打電話給他 我第一天去他 他說沒有上班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他叫我三點鐘 我說三點鐘不行 我說三點鐘不行 我說三點鐘半 我說我要他遷就我時間 一點 所以他就回來了 他兩點有預約 不知道四點有預約 剛剛好就希望這樣 我就要他遷就我了 不要我遷就他 最重要就是 好 下一條 中國賓是糧粉 沒有什麼 自由黨來的 怎麼會是糧粉 正如凡思歪 我不知道 因為中國賓是糧粉 這件事不是我說的 是別人跟我說的 我聽回來 我可以說出來 這樣出來 我不知道 其實應該不是糧粉 而且重點不是因為自由黨 因為自由黨都分兩邊的人 現在只有一邊 就是張宇人那些 自由黨以前是田生 中國賓是田生的人 應該就不會是糧粉 但也不要緊 都已經結束了 都不能做議員 下一條 可不可以說一下 雙非兒童的起源和責任 坊間的說法 不知道哪個準確 或者我說一下 雙非即是說 他父母都不是本地戶籍 而因為在香港那些 叫做居民那些 叫做入籍的那些 條例 他說 只要你 爸爸媽媽都是中國籍 其實你兒子 都可以有中國籍 即是你兒子 都可以有中國籍 和香港出生 你都可以馬上有 香港的永久居民的身份 所以有些人就來生兒子 然後他就拿到 而本來其實人大有說過 其實是想堵塞這個流動 就不要說你是人 中國籍來這裡生兒子 都給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但結果那時候 應該是公民黨 就許司法覆核 結果法院就判 就說 是呀 根據法例的條文 真的是你是中國籍 你在這兒出生 都可以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因此 就有件這樣的事 就出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公民黨是一直都 咬住這個事情不放 因為他們難道很想大陸人來香港 但問題到最後就是 拆陷觸冊 因為公民黨最壞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拆陷觸冊 他們擺明這件事是公民黨的做法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 但是問題是他們可以賴回去 而香港有很多人相信 那裡蠢 但是雙非而同是責任 中聯堂站 起完站 其實起完的站 應該是這樣說的 好嗎 最簡單 起完就是香港人回大陸搞事 然後結婚 都不是呀 他雙非是爸爸媽媽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 爸爸媽媽都不是香港 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 所以雙非 兩人都不是 我只是單非 因為我爸是香港永久居民 我媽不是 但是雙非是兩邊都不是 他純粹路過香港 或特地來香港 然後拖出來 所以他就是 那個拖出來 在香港 這個單非 這個雙非 雙非 那個就是自由行 以前香港對內地有些魅力 你拿香港的護席 以及香港的 始終是一個優勢 就是一個護照 沒錯 就是優勢漸漸沒有了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答問的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